武丁已经拥有了雍国和彭国 在武丁执政的第五十年 他发动了与始维国争夺神权的终极之战 维国没有铜矿 但却拥有祝荣家族最高的神权威望 维国是当时最正统的祝荣巫师代表 是原版易经最高级别的传承人 中国伟大的哲学家庄子 在他专门谈论医学道统传承的名篇《大宗师》里面说 天地的真知可传而不可受 可得而不可见 但人间还是有人得到 排名第一的就是始为部落 昔为是得知 以切天地 你始为是请起了天地 让殷商王室情何以堪呢 殷商时期的神权 不仅是掌管着信仰 更是掌管着从天象农食到婚丧嫁娶 几乎所有人间事物的判断权 决定权 王权缺乏了神权 财富就只能是市场的聚散 而不是上天赐予的制度性战友 对这一点 武丁看得非常清楚 他一生最大规模的三场战争 全都是针对祝荣巫师的联盟的 他从雍国和彭国手上 夺取了财富源头的青铜资源 也解灭了祝荣巫师的羽翼 而最后一战 他要的就是最终夺取神权 他带领着大军 向八十公里外的神权国度进发 在这次战争中 鬼神们并没有帮上巫师的忙 武丁的征伐异常雄狠 美国巫师和民众四散奔逃 他点燃了大火 烧死了所有的服务 这一过程在甲骨文中 有着清晰的记录 鬼魏不烧腐尾 这场战争彻底改变了 东亚大陆中原社会的格局 让殷商王室不仅在经济上 而且在精神上 成为了中原真正的统治者 史为部落侥幸逃脱的人 进行了漫长的洗遣 一部分逃到了渭水平原 更远地逃到了西部羌人的高原牧场 在甲骨文中有一段谱词 专门征问 是为部落驻到枪地之后的吉凶 甲骨文的原文是 甲骨谱为征铸枪 我们不知道这次战步的结果 但历史却在一百五十年后揭晓了答案 因为枪人部落正是武王伐咒时 共同出兵的巴士之一 像在世界各地一样 传说中东亚大陆上最初的国王 全都是最大的巫师 偏偏殷商时代不是这种情况 武丁之前的王就只是俗世的王 神界最大的巫师 占卜艺术的传承人 是历史悠久的 拥有青铜资源和技术的 祝隆巫师家族 赶走了祝隆史卫的巫师 武丁就成了最大的巫师 为了树立殷商王室 在祭祀占卜领域的权威 武丁先是册封了殷商王室的 祭祀诸官为伯侯 明确了神权对王前的从属地位 接着就用超大规模 超高频率的人生血迹 强化了殷商王室 在整个中原的宗教神权地位 祭祀文化的兴盛 是人类特定阶段的普遍经历 面对强悍的大自然 作为动物世界一员的人类 实在是不够强壮 要想成为大地上的主宰 祖先们必须应对的挑战 实在是太多了 产生祭祀占卜的需求 是非常自然普遍的现象 在古代汉语中 瞻这个字就是提问的意思 就是想知道一件事情的吉凶 补这个字 专门指烧灼 龟壳 想听他爆响的声音 观察他裂开的纵横纹路 然后套入《易经》的挂项 进行解读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 甲骨文和灼烧甲骨的占卜方式 是殷商部落的原创 但其实这同样是一个漫长的 文化交流互动的产物 我们给大家介绍过 东亚大陆最早发现 多件青铜器是在甘肃的齐家平 离齐家平不远的富家门 就曾经发现了 同时期六块用于占卜的 牛羊肩胛骨 上面刻有符号 并且被烧骨 在四川三经堆的遗址中 发现了十九块 用于占卜的龟壳 那上面虽然没有文字符号 但每块龟甲上 都有一些刻意烧灼的小孔 孔行与殷须出土的 有字甲骨非常相像 其中最大一块龟腑补甲 长达五十九厘米 一南一北一龟一骨 这些旧地取材的巫师 比殷商时代要早上一千年 有一件非常巧合的事 二零一八年八月 由中国科学院 古脊椎动物 与古人类研究所领先 苏格兰国家博物馆 美国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 加拿大自然博物馆学者 联合参与的国际合作团队 在顶级学术期刊自然上 发表了一篇文章 宣布他们在中国西南部的 贵州省关岭地区 发现了两亿两千八百万年前的 原始龟 他的发现地关岭 就是水书的故乡 和红崖丹书的所在地 那座山就叫晒甲山 这当然是个巧合 但炎帝祝融的后裔 在中国南方拥有更多的 硅甲取用资源 确实是个不争的事实 按照权威古籍上的解释 连殷商祭祀 烧着硅壳用的金条 标准的称呼都叫做储臀 臀就是火炬火堆的意思 祭祀之火是来自储地的火焰 实际上传统占卜另一种 更常见的诗式占卜法 所用的原料诗草的主要产地 也是云贵金厨 它在中国植物质上的正式名称 就叫做云南诗 在祭祀中 硅壳和诗草明显比牛羊的肩胛骨 更加正硅和上档次 孔子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是 因为他们足够老 硅千岁而临 诗草的寿命 按照古人的说法 也是百年而神 所以古汉字的龟字 上面是长久的九 中间是表示说话的月字 世草的世字 干脆就是由老人说 这么一句会议组成的 寻找隐秘在大地上的线索 触摸祖先砥砺前行的轨迹 放大决定历史走向的细节 为世界拼接出一部 从未间断的探索画卷 隐秘的细节 即将为您机事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 大规模的神权之战 殷商时期的神权 不仅是掌管着信仰 更是掌管着 从天象浓食到婚丧嫁娶 几乎所有人间事物的 判断权 决定权 您将一起感受 殷商时代为什么盛行 人生祭祀 人生是祭祀祖先神灵的棋品 您将详细了解 殷商甲骨文书写能力 爆发式增长的过程 在五丁之前的八片甲骨上 一共只有不到二十个字符 孔子说 如果你有什么不明白 就该去问老人 他说的是 你学习历史的重要性 这里是隐秘的细节 您再收看 这就对了 优酷视频 河南卫视 实力文化 亲情奉献 从隐秘的细节 看可爱的中国 孔子说 如果你有什么不明白 就该去问老人 他说的是 人学习历史的重要性 这里是隐秘的细节 您再收看 这就对了 我们已经讲过了 炎帝祝荣的后遗 是怎样把青铜野金术 带到长江 汉江和淮河流域 并且 最终 进入了中原的 中国文化的传播 几乎完全伴随了 这一过程 因为青铜 不光是农耕和建筑的工具 还是祭祀的礼器和乐器 殷商部落 在吸纳了先进科技的同时 也引进了带有明确 宗教性质的占卜魔法仪式 这种引进 也包括了残酷的人生祭祀 是的 东亚大陆上的人生祭祀 最早起源于南方巫术 考古发现证实了 在京楚鬼方的 雍国和江淮徐州的彭国 就已经存在大规模的人生祭祀现象 在湖北实验雍国布地 七里河遗址 考古学家发现 有五巨人头 分别被放置在建筑物的底部 以及烧至淘气的 瑶石火门内外 在彭国所在的徐州铜山 考古学家发现了 二十具人生的全骨架 全都是俯身屈膝 双手被反绑着死去的 他们的头全都朝向 在他们中间放置的四块巨石 对这一经典的地母祭祀仪式 殷商几乎是完全照搬的 在著名的道教名著淮南紫中说 殷人之力 其舍用石 舍祭在汉语中代表国家 其中的舍是土地神 祭是古神 殷商时代的土地神的象征 就是几块巨大的石头 彭国这个埋葬了二十具人生的设计坛 在当时的地位非同一般 还有一件事情 可以证明中原殷商王室 在祭祀占卜上不但是后来者 而且还不是一个好学生 一直到战国时代 殷商王室连同周王室在内 在传统精英眼里都不是祭祀文化的正统代表 战国时期 宋湘公要拿尊国的国君祭土地神 还是要去最正宗的徐州 彭国故地的赐衰之设 赐衰的意思就是在衰水的岸边 彭国在河边修建设计坛并不让人意外 这条河叫衰水就让人觉得稀小 这是一个隐秘的细节 因为远在贵州关领赤水罗的先民 就是把自己部落的名称叫做衰 把自己叫做衰人 衰和水 即使用普通话发音 他们的读音也太接近了 一直到唐朝在设置周县的时候 才把随改成了水 所以那部用特殊文字写成的古老易经 是随人之书 他正确的写法不该是水书 而应该是随书 在周易尚未被文王推演的武丁时代 同为野金铸龙家族的彭国乌师 手里拿的只能是随书 这些随书先生手里拿着特殊文字书写的随书 把刘经自己新建成意的河流叫做随水 他们在随水河边修建起祭祀土地的神坛 有些神迹 是任何人都无法搬走 也无法消除的 人生祭祀当然是愚昧而残忍 但是和青铜一样 祭祀土地和古物之神 也是人类曾经普遍的现象和交流传播的结果 为自然万物设定众多神灵 并且将其拟人化 在人类早期的宗教中 这是共有的特性 在许多原始信仰中 世界各地的祖先们相信只有用人学祭祀土地 才能使土地恢复地利 使农作物获得丰收 从距离今天六千年的美索不达米亚 到距离今天四千年前的印度 从加泰基人到古康达人 都曾经长期流行过用儿童祭祀农神的仪式 菲尼基人用儿童祭祀宇神 亚齐克人用人血祭祀玉鼠女神 希腊和罗马人 甚至用孕妇祭祀地神和古神 这些巫师的魔法伴随着青铜冶炼链和车辆制造技术 经历了几千年自西向东的传播过程 来到东亚大陆 并且通过南方巫师群体的努力 最终融合了本土的神话 变成了中国的哲学 宗教 文化和历史 今天的我们并没有资格批评 或者原谅那些愚昧的祖先 因为杀生祭祀 在今天依旧是很多作秀式祭祀 自以为庄重的道具制作流程 跟每个人都更有关系的是 每年一到特定的日子 你都会看见很多人在墓地和街角 焚烧巨额的虚拟货币 汽车豪宅 指人指马 认真地给天上的祖先送起世俗的享乐 大家今天还在烧纸 关于在祭祀中焚烧人偶 孔子和孟子这两位圣人的看法并不一致 孔子认为 用人偶祭祀 比用人生祭祀要仁慈很多 而且祭祀的效果也不错 孔子的原话是 始作雍者其无后乎 但孟子反驳说 始作雍者正是因为人偶酷似真人 才把他用于祭祀的 在孟子的眼中 这跟用真人祭祀 不过是五十步和百步的关系 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 讲这个故事并不是为了批评今天那些 依旧在烧纸人的人 而是为了让大家能够有个切身的感受 当民俗如此 文化如此的时候 你不会觉得烧纸钱不但没有意义 而且污染环境 如果别人都烧而你不烧 反倒会内心有所不安 云上时代的祖先们 跟你现在的感受是一样的 而且他们不安的感受 比现在的你要强烈得多 因为他们是真的相信 全世界的祭祀们都会告诉你一个道理 如果想要祭祀灵验 最重要的前提就是要真诚 生命的价值 是被用来体现这种真诚的态度的 无论是使用牛羊还是人声 执行祭祀的人 都是在用这种违反人伦的夸张行为 体现出格外的隆重与认真的诚意 在这方面 北非古老的迦太基王朝 曾经有过惨痛的教训 迦太基的贵族们 在祭祀中 总是用奴隶的孩子 代替他们自己的孩子 这一欺骗行为激怒了神明 让迦太基王朝在与罗马的战争中 连遭排挤 结果是西西里岛落难的国王 阿格多克利斯 在迦太基亲眼目睹了贵族们 用亲生儿女祭神赎罪的惨烈情景 南亚的孔德部落 也有用亲生儿女祭祀的封锁 这些被选定为人生的孩子 生前会受到遵从 他们的牺牲也因此更显壮烈 在殷商时代 越是祈求重要的事情 奉献的祭品就会越多 规格也会越高 人生是祭祀祖先神灵的祭品 有一个例子可以证明 当他们奉献人生的时候 是出于真诚而不是出于对血腥的偏好 据说商王朝的开创者程汤 自己就有过试图充当人生的亲身经历 在他继位之后 出现了连续六年的大汗 这对一个农耕部落来说 是非常严重的灾难 汤王举办了各种祭祀 祈求雨神为中原降雨 在甲骨文中 这种求雨的祭祀非常多 比如上面这块甲骨 右上角是典型的辽祭的朴瓷 意思是用人在火上被烧 祈求降雨的意思 但汤王向上天发出的信息 始终没有得到回应 这显然是雨神并不满意 此前奉献食品的规格 于是汤王决定自己直接充当人生 以最高规格的奉献感动雨神 汤王选择在桑树林中搭建了祭台 他修剪了头发和指甲 沐浴更衣 然后站到了柴堆上向天祈祷 祭祀们正要点火的时候 老天下起了雨 这个故事得到了竹书纪年的印证 这部严肃的史诗上说 王倒于桑林 雨 当然更多的情况下 君王是非常吝惜自己的生命 他们所谓的真诚 不过是为了自己的需要 献上别人的生命而已 寻找移民在大地上的线索 触摸祖先砥砺前行的轨迹 放大决定历史走向的细节 为世界拼接出一部从未间断的探索画卷 隐秘的细节即将为您激世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神权之战 殷商时期的神权 不仅是掌管着信仰 更是掌管着从天相浓食到婚丧嫁娶 几乎所有人间事物的判断权 决定权 您将一起感受殷商时代为什么盛行 人生祭祀 人生是祭祀祖先神灵的棋匹 您将详细了解殷商甲骨文书写能力爆发式增长的过程 在武丁之前的八片甲骨上 一共只有不到二十个字符 孔子说如果你有什么不明白 就该去问老人 他说的是你学习历史的重要性 这里是隐秘的细节 您再收看这就对了 殷商王室在武丁前后祭祀活动的差别有多大 考古学家刘一曼进行了仔细的比对 在迄今为止发现的十五万四千六百片殷商甲骨中 属于武丁之前的只有八片 用战俘和仇人充当人生 是世界各地人类祖先祭祀的共同选择 马克思分析过古代的战俘现象 在生产力低下的时代 战俘的劳作所能产生的剩余价值是非常有限的 不但不值得剥削 而却还占用土地和粮食资源 所以最经济的处理方式 就是当作贡献给神明的牺牲 但伤亡武丁的情况更加恶劣 想要获得最高的神权威望 就要用超越以往的气魄表现对神明的真诚 它发动了对中原西侧更多弱小部落的战争 目的就是要用大量的俘虏充当祭祀的人生 成为他铺就登天之路的阶梯 武丁对西部的战争跟保家卫国没什么关系 武丁的所谓征法 纯粹是为了获得祭祀的人生 我们这么说是有依据的 在考古学家们对甲骨普茨的辨认中 发现了多处像围猎一样捕捉枪人的记录 比如针越不齐获枪 它的意思是这次出发能不能抓到枪人 针来枪率用 它的意思是指能不能有人送来枪人给我用 比如枪齐用自上甲置于腹钉 意思是把枪人用到了从上甲到腹钉的祭祀之中 这些被围猎的人生大都来源于 中原西侧周边的弱小部落 这个道理也很简单 按照殷商当时生产和运输能力 哪怕是稍远一点的距离 能让自己的军队吃上饭 这是一个巨大的困难 根本就没必要 或者说根本就无法支撑 长距离大规模的战俘押运 如果真的是为了教训和震慑对方 就地解决 无论在效果上还是成本上 都是最合理的选择 用具体的数字更能说明这个问题 考古学家胡厚轩 在出土的甲骨中 找出了1350片 记录了用人生祭祀的骨片 其中标明用了使用人生具体数目的 总数为13052人 如果为标明数量的按照一人算 那么攀更之后 殷商祭祀用人生的总数 就是14191人 标明是枪人的占了一半 七千四百二十六人 这些数字在殷商历代君王中的分布 并不是均衡的 武丁举行了673次使用人生的祭祀 使用人生总数九千零二十一人 这之外 还有五百三十一次用了人生 但没有标明牺牲人数的祭祀 因为人生来源方便 武丁用于祭祀的牺牲 消耗非常奢侈 最多的一次祭祀 他就用五百个活人 做了奉献自家祖先的牺牲 在武丁之前 庞庚小心小矣三朝 执政时间跟武丁相仿 也是五十多年 祭祀牺牲人数为一百人 在武丁之后 正史上最残暴的昼王和他的父亲 执政时间也是五十多年 祭祀牺牲人数为一百零四人 甲骨文上 记载了武丁一朝五十年内超过八十场战争 这是东亚平原上 此前从来没有过的战争历度 武丁既不是大德 也不是大鳄 今天的企业主 在财富规模到达了一定程度的时候 同样会向上下游产业延伸 去形成一家通吃的闭环 而不会在意他人的破产 这就像武丁 必然会向上游的青铜产业伸手一样 当今天的企业主拥有了超大规模的财富体量 他也照样会希望去控制规则的制定 想要拥有更大的话语权 用排斥竞争让弱者付出牺牲 这就像武丁必然会染指神拳一样 即便不是武丁 殷商也会走上这条路 即便不是殷商 诸容巫师的家族也会走上这条路 武丁时代给我们留下的真正伟大的遗产是甲骨文 当然这并不是武丁个人的功劳 他凡事必问的超高频次的占卜 极大的激发了巫师们的文字创造力 快速提升了汉字的总量 和对多种事物的记录能力 在武丁之前的八片甲骨上 一共只有不到二十个字符 而武丁之后的十五万片甲骨上 字符数量超过了四千五百个 专家们能够试读出的单字超过了两千八百个 文字最多的单片甲骨上就超过了一百字 已经相当于一片短文了 这对中华文明真的是太重要的一份贡献了 尽管甲骨文奠定了汉字的基础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订阅 这么多点 了解 优优独播剧场 感谢观看